这个女人想给男人下X药 于是找到一个药剂师 并花重金购买 药剂师告诉她药效很猛 还附带迷幻效果 而女人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和药剂师说好计划后 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实验了 很快就把心爱男人带到药剂师面前 男人喝下药剂后 就开始产生幻觉 这时女人出现在男人面前 男人看着背影很熟悉 上前打招呼时 发现女人竟然是自己喜欢的女孩 但性格完全不同 最主要的是眼前的女人很主动 第二天醒来 睁眼发现身旁躺了个女人 她完全懵逼了 咋还比昨晚的漂亮呢 不过很快她就反应过来 眼前的女人不是自己喜欢的对象 她赶紧戴上帽子开溜 女人连忙上前阻止 并告诉她自己 昨晚已经是女人了 男人虽然有点愧疚 但毕竟不是自己喜欢的女人 只是说了一声抱歉后 连忙收拾衣服就离开了 女人很不解 但很快她就知道答案了 因为她爱的人 已经爱上了其他女人 马夫拉看着他们甜蜜的样子 心里很不适滋味 很快她就开始变得疯狂 她来到小树林 偷偷跟踪科维亚 趁着科维亚停下来 捡起一块石头 准备狠心砸下去时 突然就被瓦洛夫阻止 瓦洛夫掐住马夫拉脖子告诉她 如果你敢伤害科维亚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而马夫拉才不管这些 瓦洛夫还没说完话 就被她直接用嘴巴上去 她实在太爱瓦洛夫了 瓦洛夫知道现在的她的疯狂 但对于一个为爱疯狂 她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马夫拉离开后 直接跑到奥斯特曼面前 并承诺要付出一切 让科维亚去死 奥斯特曼自然很高兴 很快她就带着马夫拉找到安娜一事 疯狂的马夫拉已经不顾一切了 她声称科维亚与伊丽莎白密谋准备夺位 现在的苏宾已经打点好敬畏军了 安娜一事慌乱了 她也知道伊丽莎白有能力夺位 接着马夫拉还给她说 伊丽莎白给她扎到草人 每天都诅咒安娜尽快病死 而安娜更慌了 对着老情人说自己这几天腰酸背痛 还经常做噩梦 估计她也是为自己的恶行找借口吧 毕竟成立刑侦事务部门以来 自己造就的杀戮太多了 还下令处死克鲁夫一家几百口 而马夫拉的话 更让她相信伊丽莎白真的要杀她 因为就在一天前 伊丽莎白找到她 希望她放了尤苏公爵 虽然当时安娜不想放人 但伊丽莎白拿笔的大抵押她 告诉她尤苏公爵是五朝元老 杀了她会引起人民的不满 安娜思考在三后 也下令放人 但那时候已经迟了 尤苏公爵因为心脚病病发 在大牢为女儿最后一次弃乳 很快就死亡了 而另一年 科维亚得知父亲要被释放 她笑口言开想要去接人使 她的父亲却死在了大牢 科维亚心如刀绞 经过安娜的种种猜测后 在奥斯特曼的建议下 开始先发支援 而另一年 毫不知情的伊丽莎白 还在与苏斌谈情说爱 正在谈的火热事 乌沙科夫就杀到了 他们假计抓捕科维亚 要逮捕他去审 而苏斌第一个就不答应 很快就与士兵请出 而三个侍卫也跟着战斗 奈何伊丽莎白式的雷军 最后四个男人双拳南敌四手 还被安插反贼最初 而科维亚自然就被带走了